买新车有必要考虑保值率 但也别把保值率当做买车的决定性因素 毕竟花钱买车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期刊《数学的实践与认知》上面有篇论文 基于剧类分析的二手车保值率预测 它上面讲 这保值率是汽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把它卖出去的价格 和先前买的时候的价格之比 土话就叫做折旧 举个例子 一台车子10万块钱 新车开了三年之后卖了5万块钱 那么这台车子第三年的保值率 就是50% 非常好算 对不对 那有些朋友会问的 那我买新车又不是为了卖的 那考虑这个保值率干什么呢 其实还是要考虑的 因为保值率除了决定折旧 还是可以作为买车时的参考的 《西刊企业文化》上面有论文 潜谈影响我国二手车保值率的因素上面讲 这保值率是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真实评价 直接体现产品本身的综合实力 市场地位以及品牌认可度 也就讲 你比如说某款车它保值率比较高 一般就代表着这个车销量大 质量可靠 使用成本低 品牌也是受到大多数消费者认可的 那大家都觉得它好 大家都愿意买 多家都愿意买 二手车相对就卖的贵 贵不保值率高 对吧 所以选车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选哪台车好 也可以参考保值率 这样选到一辆好车的概率 也会高上不少 就好像我们跑到一个新店 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旅游 也不知道点什么菜 那选人气最高的 什么招牌菜什么的 味道一般都不会太差 谁愿意砸招牌呢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也不能把保值率当做买车的 决定性因素的 因为保值率 它虽然是可以反映车子的质量 但是影响保值率的因素很多的 你实际的质量差距 有可能是没有保值率相差的那么大的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 2019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 那它上面是这样的 丰田的三年车龄 保值率74% 奇瑞55.5% 你看起来是不是 奇瑞质量好像比丰田差的多了 对不对 但是JDPOWER发布的 2019中国新车质量研究上面 丰田没摆车问题数91个 奇瑞是92个 就相差一个 所以说你看 奇瑞质量的确是差一点 比丰田是差一点 但是真的差的不太多 你就好像考试一个考了95分 的确是优秀 考的90分的人差嘛 也很好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保值率的高低 并不一定是受质量影响 有可能什么设计 品牌 性能 这些它都会影响的 再来了 车子保值率高 那起售价也高 保值率低 起售价也便宜 所以实际算下来 你在卖车的时候 高保值率的车型 有可能反而要赔掉更多的钱 什么意思 轩逸和D豪杰要举个例子 同样是自动挡低配车型 轩逸11万2000块钱 D豪8万2800 那起售价就相差了29000 那在参考天天拍车发布的 2018年度个人卖车大数据报告上面说 很多人换车周期3到5年 那么如果5年后卖掉 高保值率的轩逸会比D豪GL多亏 1万2000块钱 所以说你看 这保值率高卖车的时候损失也存在的 那最后麦肯齐咨询公司 定定有名 2019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上面 他这么说的 消费者买车的时候 主要考虑的因素当中 配置于特性的占比 是远超品牌 使用成本等等因素的 也就是说 买丰田还是买奇瑞 每公里花4毛还是花6毛 这些都次养的 买车的人觉得配置全用起来舒服 才是最关键的 大家观念随着时代不断的在变 而且那个车子保值率高 起售价也高 得到的配置相对还少一点 性价比这个东西 不一定好说 你比如说高保值率的保莱 保值率一般的音朗 我们来对比一下 保莱自动挡低配9万3 倒车影像定速巡航 中控大屏皮座椅 啥都没有 但如果拿这些钱 你去买个硬朗 能买到顶配了 甚至还能多一点钱了 所以说你如果为了保值率 买回了一个配置低 自己又不是特别喜欢的车子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它只是做个参考 没有那么夸张 毕竟花钱买车 要买个自己喜欢的 重义的车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保值率会变的 对不对 保值率好 我就买这个 保值率不好 我一定不买这个 千万别这么干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